供錢叫馬夫達愛 子洛 林亞叫林亞哉 而我叫薩德布 不會齁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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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欸有 哈囉大家好 我是翠克 歡迎來到我的跑日常 對 那今天天氣超級超級熱 那4月份的時候我有去了一趟赤洛部落 那今天我又回到了這裡 那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就是193縣道 秀姑鑾溪沖青平原的部落群 然後有號稱那個我們東台灣最美的公路 它又叫做樂德公路 那今天我們再往南走一點點 今天想帶大家來認識這個地方 偏鄉沖的偏鄉 叫做什麼呢 叫做 明天只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去是限道195甲 经过公路整合后才合并至限道193 从瑞翠大桥到玉里大桥为止 全长约为21公里 途经7个部落 也是秀古鸾西稻米原香部落 已超过百年的历史楼 它的特色就是每一段聚落 都会纵使不同的行道数 当我们经过这条公路时 眼前的景色像极了童话绘本中的画面 宽广辽阔的切莫稻田 光影树木成荫 着实的让人心旷神移 疗愈感十足啊 所以才会号称东台湾最美的公路哦 那松浦里呢 差不多是在乐德公路较为北段的地方 开车的话我是建议从瑞瑟那头走会比较快 松浦这名称是1937年日治时期所订定的 后来没改就一直沿用至今嘛 基本上海岸山脉这边的阿美族部落 很多都还是沿用着1937年之后的名称 像是基齐、封滨、晋浦、春日等 略知历史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1937年就是日本皇民化的初始年 松浦原名为满自然 阿美族语指的是三强 这里的聚落较为狭长 所以前后分成三个部落 每个部落间相差约为1到2公里 等一下我的出发处有一个非常日本话的名字 叫公前部落 在日日时期 凡事在神社的周遭都会被称为公前 吉安的庆丰村以前也叫公前 因为那里有个吉野神社嘛 那公前部落的神社到底还在吗 应该是找不到任何的痕迹了啦 不过据推断应该是现在的天主教 圣家堂的位置 公前部落原名为马骨打爱 这跟港口部落的名称是一样的 指的是浑浊的溪水 接着我们再往上走 就会到松浦国小了 这里也叫万历 猜想应该是蛮自然的汉化吧 大家知道吗 我们台湾的短跑精英快脚 杨俊翰就是松浦国小毕业的哦 松浦旁边有一条阿美西水量充沛 也是族人们细水的重要地点 等一下会带大家去看 连接阿美西有一座万历桥 过了之后就是马鲁社区了 再继续往上走一点点就是福音部落了哦 福音部落也名为罗欧 指的是腐烂的意思啦 因为早期部落族人们 普遍信奉基督教 后来才称为福音部落 最后我会带大家去找一个著名的 IG打卡景点 松浦天堂路 网友们在全台整理出三处景点 统称为天堂路 而所谓的天堂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广大辽阔的岛田 第二要有S型的蜿蜒小路 第三是最重要的 就是必须没有电线杆 因为这样才能有美丽的拍照构图嘛 那天堂路是哪三个地方呢 第一毫无悬念的就是池上波浪大道啦 第二则是宜蘭的山崎村 很荣幸的我们的松浦里 就是第三个天堂路了哦 好 那现在我就要顶着三十七度的烈日 带大家去走访我们美丽的松浦里了哦 好 事不宜迟 那我们就出发吧 公前教会 好 他的原来的名声叫做马固达爱 马固达爱教会 马固达爱教会 再往里面走一点就是我们的公前部落了 哦 这里是那个天主教会圣家堂 这边有一个马力亚的树像 哇这个 这个就有一点历史了 左边这个是一个民宿 这里就是那个秀古兰西平原 哇这边立了一个三根石柱 可是他没有说明 我在猜想应该也是有点历史的古迹吧 那边是一个人的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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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个人的野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故路均宗室普正雅紀念碑 那我现在指的那个方向应该是中平 那边有一个中心部落 然后在下方的地方那个长长的山那个就是五鹤山 好 我们行进了大概2.5公里 前面就是松虎部落 然后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个松虎部落 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 昨天还我们玉里这边好像还破高温 37度 然后体感温度会到40度 我觉得今天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没办法跑 再跑下去一定会中暑 因为狭场的关系 我们松虎基本上就分成13个部落 刚才出发的地方叫宫前部落 来到这边叫做松虎部落 再往下走 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福音部落 好 左边比较凉 我们走过去松虎国小那边看一下 好 松虎国小 我们那个短保好手啊 杨俊翰的女校 他就是在这边毕业 我发现这边的小朋友应该都有跑步的基因 这边有一个臭豆腐摊 然后待会我会从这边进去 然后在这之前呢 会带大家去这个松虎国小后面看一下 这边也是一个聚会所 其实在每个部落的前面都会有一个多功能聚会所 好 我们到了 来看一下 这个是 本来是教室 哪边也是 好 我们走到操场看一下 我们来煮草 看一下就好了 这边好像也像是一个小公园一样 我们去看一下 显然的松虎社区这地方 它的那个活动区域好像比较宽 篮球场 那边呢 堤房放过去 是那个阿梅西 诶 这一个竹边的房子 好特别哦 我们那个稻米刚好全部都收割完 就那个黄澄澄的收割季节已经过了 这里就是阿梅西了 好 好 我们还是要走下去 因为我已经来过一次 这边的部落 也不全然全部都是原住民 不过原住民还是占大多数 阿美族人比较多 前面看到了那个 小山 应该算是小山丘 然后这个地方以前的 旧名阿美族语叫满自难 满自难指的就是山腔 有可能是在讲说 这座山长得像山腔 或是这么猜测 等一下我们要走到那个 那个小山下面 我们要走过去了 其实现在已经下午4点48分了 我希望能在6点以前 把今天的影片给拍摄完毕 来到这边应该要左转 有点旺 然后我们要走上去 那条路 走不上去 果然不是这边 一走错狗就开始对我吠 那个就是松果狗小 其实在这边要右转 好 这个路在这边 走上去 哎呀 修顾伦西平原 好 好 上来啦 你看 水泉 这个水泉呢 应该是属于那个 阿美西的 待会我们去 会去看到那个阿美西 实在太热了 我不打断用跑了 慢慢走就好了 我刚才走一下楼梯 我就喘得要命 不过体力也渐渐在退化中 这个是让我比较挫折的一部分 因为那个 我们的体能 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它会逐渐的降低 这是必然的 现在比较有树荫的地方 好像后面有人摩托车 要过来 看一下 这边没有路 我知道 我要走到田那边去 谢谢 你眼睛也真好 你看我这样走上 你是从下面那个地方上来 其实这边的 部落的人 其实警戒性都蛮高的 我来过两三次都是这样的 因为这边部落很少有外人进来 所以一旦有外人他们就会很好奇 啊 别人走这边 我走错了 我要走那一座墙 哇 取左行 这边下去 其实是没有路 如果 那个 稻田 开始在耕种的时候 你就走不下去了 现在刚好收割起 稻田是干的 所以还可以走到 田那边 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部落 其实现在目前 住的人 都非常的少 甚至于少到大概 一两百个人 而已 部落就很安静嘛 等下有一个外人进来 他们就会有警觉性 可是他们都很客气 所以我基本上我来到部落 我看到有原住民的朋友 一定会跟他们 打声招呼 我觉得这是很 很重要一件事 那各位要记起来 这边毕竟是他们的领域 好 我们到阿梅西 很显然有人在这边玩水 给大家看一下 我也好想下去冲水 我热得快爆料 听到声音了 在下面 应该是从这条小路 走下去 好 这边 这边就可以到了 他直接就趴了 表上面 帮我一下 你们是住这边的吗 对啊 好棒喔 下次再来玩水好了 下次再来玩水好了 不要下去 现在就下去 你先去坐这边 坐这边 快 好 我脱个鞋子好了 脱掉啦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大公里 怂恿我不下去 谢谢 对了 谢谢 谢谢 穿这个 不用吧 你来啦 我介绍你一下嘛 好好好 来就这样 你还抓我 不用啦 不用抓 不用抓真的 不会折到吗 不会 不会 谢谢 谢谢 再拍了 再拍了 谢谢 稍微玩了一下水 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在重申影片 如果我们资深来到部落 你如果有看到 我们部落的原住民的朋友 你不要主动去跟人家打招呼 我觉得主动很重要 对啊 我在想那条桥应该叫做万利桥啦 因为 那个区块就叫万利 太阳好大 这个桥吼 分成两个部分 这个是人形 这个是车走的 过去这座桥 再下去就叫做马鲁社区 马鲁的原因叫马鲁烂 然后在宫泉那个地方叫马九达 就是马鲁达海 好 我们要继续走这边 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边的门牌 就叫万利 来给各位看一下 它就叫万利 万利路 万利应该是满自然美化的汉语 前面有写个马鲁社区 马鲁 马鲁倒是没有换名称 它只是把后面的烂改掉而已 我们已经到达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了 就是这里 松虎天堂路 我转过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家万利桥 我们刚才是从桥那边过来的 马鲁社区 继续再往前走可以到福音部落 不过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看走了这一趟路 如果还有时间我再去看一下 所谓的天堂路 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宜蘭的山崎村 还有我们那个国朗大道 都有一个共通点 第一个 它的田间小路 其实不是直的啦 它是有蜿蜒接近于S型那样子 第二个特点就是 它不能有电线杆 第三个特点就是 就一定要有在广大的稻田上面 要有一望无际的平原 所以这样看下来 我们这边松虎天堂路就是 具备的这三个条件 主要这边啊 没有什么观光客 所以人就比较少啊 那我个人就比较喜欢人少的地方嘛 所以你看比较像那种很热门的地点 通常我都不太会去拍 所以我的影片那个流量一直高不起来 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 其实我们觉得这边的农民 工作都没有在假日平日 我今天稍早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还在工作中 今天是礼拜天 这边的田园 一年世纪都有不一样的美 所以各位朋友要来 不用挑时间 春假秋冬都可以了 当然要挑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啦 你天气阴阴的时候 这边真的也没什么好看 会有一点雾茫茫 这就是所谓的天堂路 我这边一直走就可以到那个秀屋软系 在木本上走 你自己走得IZI 这边往下group 上菜击点怪兽 一直主要的距离 每人赜 HA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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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距離來到了8.6公里了 那影片到這邊就要結束了 那我的偏鄉旅跑單元呢 其實流量一直都不太會高起來 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第一個我不是往後 然後我也沒辦法帶流量 然後流量都是經過演算法在計算 如果你拍一些比較大眾化的題材 那個流量就會比較高 譬如說 台北大眾之類 不過去記錄那個花蓮偏鄉的一些 軟文光晴 其實也是我的頻道裡頭的一個宗旨 那也算是我的一個使命 畢竟我是外地人來到花蓮這邊 那我個人很喜歡花蓮 所以我開頻道 一開始我就想說我要去記錄 花蓮各鄉鎮的一些 一些景色給大家知道 因為我還沒在拍片以前 我就有這樣的習慣 就是開個車會到處去跑啊 什麼的 車子停下來 就純粹去慢跑這樣子 因為我喜歡欣賞風景邊慢跑 那如果不嫌棄的話 就幫我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的 跑步日常 花蓮生活動態的話 那就 Follow我的IG喔 很謝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運動愉快 天天平安 健康快樂 我是Eric 我們下個影片見喔 掰掰 掰掰 MING PAGBA 喜歡